中国智库育挖人口研究最新的报告显示 中国仅次于韩国 是全球养育孩子成本第二高的国家 且抚养一个孩子到18岁的成本 是中国人均GDP的6.9倍 相当于成本是德国的2倍和法国的3倍 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2017年的全国调查发现 77.4%的中国育龄妇女表示 经济负担过重 是除了年纪太大或没有人力照顾孩子外 不想生孩子的首要原因 在中国 抚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18岁的平均成本 为人民币48.5万元 而抚养一个孩子到大学毕业的平均成本 约为人民币62.7万元 此外 中国育儿的抚养成本城乡差异悬殊 一线城市如北京、上海 养孩子到17岁需耗费96.9万元和102.6万元 但在西藏只需29.3万元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 2021年中国劳工的平均年收入为10.5万元 报告指出 育儿成本高确实是影响家庭生育和养育的重要因素之一